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若望默示录》 可以说《若望默示录》为我们挤载的是圣经的最后一部署 也是最后的一章 为我们所描绘的是新天新地 我们再发挥看一看创始记 天独的造化工程 是因为天独造了一个乐园 和伊甸乐园 也是为了人准备一个美好的地方 圆祖父母他们在乐园当中无忧无虑 他们欣赏着早午猪为他们所创造的美好的食物 可是却因着舍被称为孤舍的魔鬼 欺骗了我们的圆祖父母 是天独创造的伊甸乐园被破坏了 天独的几话好像已经破灭了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天独的奥秘我们无法参透 从圣经的开端 挤述了天独所创造的伊甸乐园 以及圣经的结尾 默示录给我们所挤述的 佣生的乐园 这两个乐园呢 牵后呼应 形成我们在历一年最后一天的读解 让我们自己去做一个默想 伊甸乐园当中 有知山恶树 有生命树 而在今天的《罗王默示录》 罗王也看到了 天独指给罗王 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 清澈如水井 从天主和羔羊的包座那里流出来 生命之河 一说生命之河 水是生命之源 然而水的组合部分呢 我们也知道 一千二一 也是威胁生命的最小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也是拥有生命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呢 我们知道了 它是短暂的 它是脆弱的 脆弱的连一个小小的病毒 肉眼看不到的病毒 人都空慌 短暂的 短暂的我们自己 连一个实际就经历不了 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自己 能够实实被这生命之河的水来浇灌着 而罗王漠视录告诉了我们 这条生命之水的河流 从哪里流出呢 是从天主和高养的包座哪里流出的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在罗王福音曾经向我们说 我就是生命 就是道路 就是真理 如果愿意拥有永恒生命的人 必须要寻找生命之主 必须要跟生命之主向先节 所以耶稣也给我们讲了葡萄树的比喻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质子 如果葡萄纸不连接在葡萄树上 就要被投在路火当中分手 这些都是在引导着我们 让我们自己去殉导着生命之主 所以若王看到了 那清澈如水净的生命之水 从天主和高养的包座哪里流出来 我们可以进入我们自己的 理智的领域 思维的空间 我们可以想一想 遨游在这种思维的空间当中 越是去默想着美妙的画果 越是被这美妙的图像 吸引着让我们不至于去留恋 这个世界上可修患 经过 经过城中的街道 烟河两岸 有生命树 有生命树 一年结十二次的锅子 每月结锅子一次 树叶又可以医治万民 一切诅咒 都不在忧了 你看 简单的几句话 弄缩了 真个的福音 真个的福音 真个的圣经 可以说 学类斑斑 充满着灾祸 充满着灾恶 充满着叛逆 甚至 在这圣经当中 为我们所挤灾的 都是人类 有阴暗的一面 有不可 不为人 不为人 认识的 这一面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 冤罪的诅咒 所以征骗圣经 像我们所述说的 那边是天主的 修复工作 天主在故事的时候 建算了亚巴拉 建算了特别的一个 犹太民族 以期待着 他的圣子的来临 因为天主圣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必须要诞生在 一个家庭当中 而这个家庭 必须要隶属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 必须要做好 这样的准备工作 并且是一身宗教 所以旧约 所有的历史 都是为我们挤灾着 准备工作 准备天主 取了人性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途径 而耶稣基督 赖的目的 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赖呢 他赖的时候 天使像加比尔 所回答的说 那要降上的那一位 是执告着的二子 圣神要领与他 要给他欺名的 叫厄玛诺尔 他就是天主 与人在一起 身与人在一起 身与人在一起 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更新的工作 所以耶稣来了 耶稣要重新的 在塑造 七项一罪恶 被罪恶所蒙蔽的人像 这就是耶稣一生的修复工作 他的修复工作 并不是用污吏 并不是用权力 而是用爱 所以我们在读经大陆 我们看到了 耶稣在被捉拿的时候 曾经向门徒说 难道我不能够祈求福 派遣十二军的天使吗 所以耶稣走向耶路撒冷 就是为了交付自己的生命 为由他自己 交付了自己的生命 为大众 私于自己 这样 那些信通他的 即追随他的 在他内呢 才能够得到更新 这个生命的更新 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 我们所认为 认死了 就不存在了 可是我们现在要知道 在我们这个世间呢 还有一句这样的诉语 有一些人 或者 就如同是死了 一定死了 因为这个人或者呢 或者自死 或者罪恶 或者伤害别人 或者破坏这个 大德和谐当中 有的人死了 却仍然的或者 或者人们心中 获出了这样的精神 获出了所有人的模范 耶稣现在就是这样的 他虽然死了 而他的死呢 是因为了爱我们 交付了自己的生命 他更愿意接着自己的死亡 使自己能够变得更谦卑 更能够让我们 每一个世代的人 都能够接纳 耶稣 他在这个世界上 仅仅获了 三十三岁 只有耶稣 那个世代的人 跟耶稣相遇 那么耶稣之前的 以及耶稣之后的 如何跟耶稣相遇呢 耶稣所给我们 准备的方式方法 就是把自己 隐藏的灭旧心内 供后世 所有相信他 追随他的人 使他们呢 都能够 找到生命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了 耶稣 就是要把自己 变成忧性科学的灭病 以及葡萄酒 是自己 与葡萄酒 融为一体 以忧性科学的灭病 融为一体 好能够向我们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就是我的血 我们现在要想 跟永恒的生命 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就应该 接着水的洗礼 加入着梦友的团体 而这水的洗礼 就象征着 有太人 处理埃及 被奴役 进入旷野 好能够奔赴 迦南府地的一个旅程 水的洗礼 就象征着 红海 还能淹没人 可是天主的酸民 有太人 他们从红海当中经过 却没有被 昏海 所淹没 相反呢 我们现在的洗礼 我们经过洗礼 并没有扼杀我们自己 本性的生命 却让我们自己 本性的生命 在天主的 哀的洗礼当中 得战 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首席 归于耶稣 嫉妒的人 就是首席 归于他的死亡 那么在首席的时候 就是要 私于自己 而活于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 在首席的时候 还要法事 取决默归 取决因人 反罪的人的食物 取决这些 反罪的场所 不与反罪的人 交往 相信天主 相信天主 所打发他的圣子 耶稣 相信了教会 相信了 省心省事 所以圣心呢 就是让我们 经过了 荒海 而得战 成为天主的子女 耶稣 既然 借着水的洗礼 让我们加入着 这新蒙月的团体 他更在山中 审讯 更在圣经当中 向每一个 愿意成为 他闷徒的人 宣讲 让我们 都应该是 圣山的 说你们 都应该是 圣山的 如同 你们的天赋 是一样的 所以 他不光这样 宣讲了 他也这样做了 即便是 自己所建算的 十二门童之一 如大死 出卖了他 耶稣也仍然 为我们所宣讲的 不是以 任性的看法 任性的做法 以及任性的 以及任性的这种 判决呢 排斥了 有大死 就不是这样 所以耶稣 面对 如大死 仍然还说 朋友 难道你 亲吻你 来出卖 人资吗 所以耶稣 真的 已经 私欲了 任性的 判决 任性的 痛苦 而是以 天主性的 生命 也就是 用死亡 用爱 来 来 影响我们 未有 死于自己了 才能够 真实的 获出 天主性的 生命 耶稣 在整个的 奥提当中 最主要的 就是 祈祷了一个 修复作用 搞今生死 就是最好的 修复作用 我们 忏悔了 自己的罪恶 告解万了 要努力的去 接着 添出圣烟的 引导 去获出 哀的 生命 去获出 包容 与 接纳的 生命 去获出 为迫害 我们的人 祈祷的 这种生活 所以我们 在今天的 《若望默使录》 终结了 整个圣经 最希望的 那生命之河 并且被生命 所浇灌的 在哪里 没有诅咒 我们将 我们将 赞扬 天主的容颜 就如同 创世纪 亚当 目睹 天主的容颜 一样 我们 心天心地当中 也要目睹 天主 永恒的容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